大陆领导人习近平 他也要拼外交了吗 带头拼 这个现在你看 拼外交依然要什么 要自己来带头 为什么呢 要出席成都市大运的开幕式 而且超过1.25万名的运动员 还有报名杭州亚运 这些都是创历届之最 不过事实上 习近平可不是只是出席成都市大运开幕式 因为有很多国家的领导人 他们也要来参与市大运的活动 所以呢在这个时候 也趁机由大陆领导人习近平 一起来拼外交 要跟这些各国的领导人 也要好好的来会商 韩冰 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 就是你看不管习近平也好 王毅也好 尤其是王毅最近 我看他已经快变钢铁人了 到处跑 全世界到处飞了 马不停停 那当然因为秦刚现在 现在不知道什么原因不见了嘛 所以王毅现在当然要责任变更重 那习近平当然自己也分担不少 而且这次斯大运 因为来的一些 比如说印尼也要去 印尼也要去 毛利塔尼亚 对 然后普隆地 盖亚娜 乔治亚 还有斐济 这些都要去 所以其实这些对他来讲 就是拼另外一个层次的外交 尤其是对 除了有非洲的国家之外 还有大洋洲的国家 那现在中国大陆正在 大洋洲跟非洲 都跟美国在做另外一个层次的竞争 所以他当然要赶快去笼络这些人 那这又是中国大陆自己的主场 所以习近平自己出来 第一个他进地主之一 第二个也趁机能够招待这些国家元首 然后跟他们做进一步的交流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中国大陆 是非常非常重要 也就是现在中美的斗争 其实是在军事外交经济 所有的层次其实都在对抗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全面性的开战 所以对习近平来讲 当然每一步他都要很谨慎的去走 那他这个是他一定要去做到 实际上也不只是他 80岁的拜登也是到处飞 所以我觉得未来这种 双方这种外交战士会非常辛苦 拜登最近也要出去飞了是吧 对啊对啊 其实他也是到处 他前一阵子不是还到处飞 最近回去休息一下 我跟过一阵子要到处飞了 所以我觉得现在 中美这两国要这种斗争 这个领导人都不能闲着 大家都要飞来飞去 对接下来大概也有可能就是南太倒国了 因为刚刚我们有讲到 包括布林肯 美国的防长 现在也在积极的拉拢南太的关系 所以刚才提到说 斐济的总理也要去参加 这个在成都展开的世大运活动 这个不知道大陆领导人习近平 要怎么来跟斐济的总理 好好的来会面会谈 印尼的左科威也要去 对啊有有有 亮哥刚刚我有跟韩冰说 对对对那你觉得呢 因为世大运 因为我是体育委会出身的 世大运其实没有那么重要 但重点是领导人的会面比较重要 所以我说7月27开幕 他会去就是要见某些人 不然纯粹就运动级别 杭州亚运那更重要 我说只有纯粹运动会 不过那个因为是9月 对 所以因为我觉得一定是 他趁这个机会 那刚好可以见到这些领导人 可以谈一些事情 所以亮哥你的意思是说 这个在杭州举办的亚运 可能领导人也会去 这个仅次于奥运 世大运是更后面的级别 所以这个所谓的运动外交 这里一场 这里有更重要的一场 世大运我们台湾去210个 真的说是在高雄吗 不是去成都 台湾不是有办过 有啊 对啊台湾办过 就是成局那一次 是吗 特别去大陆邀请他们来 对啊 是是 那个蔡英文也有去啊 你忘了 这个不算是世界级别 当然里面有很多奥运选手啦 因为很多奥运选手都是大学生嘛 对 这个是大学运动会啦 对啦 是 所以就是世界大学运动会的简称 对对对 好 但大陆邮人习近平要出席 然后后面还有一场行政亚运 可是我们更关心的 其实是金砖 金砖五国 这个峰会 现在峰会还没开始 可是呢 金砖的外长的会议 倒是先开始了 7月24号25号 那么王毅真的是蛮辛苦的 因为要去南非 来参加这个金砖的外长会议 但在此之前已经先去伊索比亚 临时突然宣布 不是 王毅是要参加安全代表的会议 外长会议是线上会议 是 所以马朝旭已经参加了 所以这个是安全的会议 安全代表会议 这是No.2 仅次于习近平的 是是是 那他这次去其实还要顺便 也要去好几个国家 对对对对对 那几个国家都是非洲在地缘政治 比较重要的国家 重要的国家 比如说肯亚啦 尼日利亚啦 对 那都是去比较重要的国家 我们是尼日利亚 或是翻成奈吉利亚 对对对 那因为奥尔吉利亚的总统 刚好去北京嘛 所以已经见过了 是 所以我觉得中方 都是有布局的啦 还有土耳其啊 对 就是他是在布整个非洲 重要国家的局啦 是 所以在这一次的这个布局 您刚刚讲的是要怎么布局 是从经济的合作 或军事战略的一个合作 地缘政治上也有 这个比如说非洲之角 重要几个国家他都去了 那个伊索批亚 伊索批亚跟中国的经济关系 非常深啦 那当然目标是南非嘛 所以大概 北 西 东 还有南他都去了 然后奥尔吉利亚是北嘛 他又去了 所以都都去了啦 所以王毅本来 想说让秦刚 他不是提早接外长嘛 今年去年12月底就交接了嘛 是 因为外长一月一定要跑非洲一趟 所以王毅本来想说可以逃过 逃过非洲这一趟 因为非洲很累啊 那结果他还是要来 还是亲自跑一趟啦 这很累啊我可以讲 这很累的 是是是 不过说实在的 大家就是一直在好奇说秦刚秦刚 就连今天大陆外交部又被外媒的记者问了 对啊 可是马朝旭已经出现了啦 是 那个金庄外长会议他已经上 线上会议他已经代表了 对 所以我认为大概就是他了啦 他来接外长 应该是啦 因为他是第一副外长嘛 是 你看哦 所以马朝旭 好马朝旭在这边 现在呢 他是 他比秦刚大三岁 他啊 对 所以秦刚真的是 肢力有更丰厚吗 当然啦 他是 这个介大使比我还熟啦 就是他是联合国的代表 在纽约也当过代表 在日内瓦也当过代表 所以肯定对美国跟欧洲都很熟的啦 而且他还当过澳大利亚大使 是是 来 那个介大使 你看 今天就算毛宁又被问 他只说 中国的外交活动仍然稳步的前进 那从官方网站呢 现在看到仍然外交部长写的是秦刚 那到现在看起来呢 好像闻风不动 但是呢 已经是揣测纷纷了 直到今天都还是如此 那大使 您怎么看马朝旭的角色 对 马朝旭他就是 他是第一副外长嘛 所以就是说 就外长不能够履行他的这个职务的时候 当然是第一副外长来代替啦 不过我觉得就是说 在网站上一直留着秦刚 这是必然的啊 他如果说要秦刚这个职位被接替的话 那他一定要公开 糟糕世人的 不可能啊 就是把那个网站的头像换一个 就结束了 不可能 中国是世界大国 那洞见观瞻 由中国的外长的话 那全世界都要关注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时间问题了 中国大陆一定会对这个秦刚的出处啊 然后那起码 为什么有可能会有变化 他也会说明 然后就会有一个 还是有一个这个 一个仪式感的一个程序啊 不可能就 这就把他的头像换了以后 秦刚就消失在众人耳目之间 大不大可能啊 所以我觉得就是等于说 好那就用这个谢峰的话嘛 我们就等着看嘛 Wait and see嘛 对不对 对 他这个倒是一个蛮好的一个 一个对这个状况的形容 跟未来的一个期盼的方式嘛 那不过就是说秦刚可能 我觉得这么长一段时间以后 我觉得身体健康的因素啊 这个可能性就越来越低了 那可能是个人因素了 个人因素我也认为 不太会讲得很清楚 如果未来的话 有变化 人事有变化 可能就是说几句轻轻带过 就是说把他 现在谁来接替他之物 那二马昭旭 马昭旭啦 他们好像是念昭旭 马昭旭可能的这个 他的可能性是最大 是 对可能性最大 那我觉得他的资历的话 我觉得跟秦刚是怎么讲 是各有千秋 略胜一筹 因为联合国的大使 基本上跟做双边关系的大使 那个需要的专业跟经验 那更多的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马昭旭 应该是可以胜任愉快 他如果说他做接任秦刚的话 他应该是胜任愉快吧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艺生俊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 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艺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艺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艺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他 把他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艺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艺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我的推荐码 CTI-798 CTI-798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